会买Tesla的人都是有钱人 付得起600万的人 怎么会是没钱人呢 可是就算是有钱人 觉得怎么吃了这么大的亏 也会抱怨 2月的时候你买Model X P100D 原价是666万 听起来很讨喜 但现在全球一律降价 降到359万 这太夸张了 你再有钱人也超不少 你降个5万可以 你降到4、6折 那在这个状况没有 降幅是6折 所以是5、4折 那你看你原来贷款 就是大家觉得 不要一次投入那么多现金 你贷款400万 出266万买 现在你贷款价格 比你车本身要贵 那这个怎么能够吞一下这口气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有推出补偿的做法 可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你半价升格 自动驾驶呢 我让你半价升格 我损失了200多万 快300万 你一直给我升级而已 那个在国外有一种叫做什么 price justice那种东西 就是说我今天买了 可是他政策就是明天会打八折 那我知道他今天买的这个发票 可以去跟他店家讲 我要一个价格的一个公平 所以他会再退两折 我讲的是比如买个衣服什么的 可以的 没有所以这一次Tesla的问题就在于 降价是好消息 但问题是你又没有给予足够好 跟漂亮的补偿 给那些先买先享受的人 为什么他要大降价 原因是因为Elon Musk 我们都说他是现实世界的钢铁人 他最近的动作 为了要让Tesla瘦身 做了很多动作 第一个大量的关店裁员 他的正职员工要裁7% 7%到3000多人 而且大量的店关掉是要干嘛 是说以后大部分都走网购 他说他的Model 3 这一台车有80%几的网友 是不试车 直接在网上就买了 那如果照这样来讲的话 我干嘛开门店 还要租金还要人 对那就只是广告 如果是广告 那就只在网上广告就好了 而且更重要 他融资了600亿 要在上海打造超级工厂 希望第二季 也就是今年的第二季 能够转亏为盈 但等等 去年他说是第一季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Elon Musk 在很努力地瘦身 但偏偏乌润 偏逢连夜雨 你知道现实世界的钢铁人 一定要很嘻笑 是个天才 然后狂放不羁 他真的太不羁了 Elon Musk去年 就在推特上讲说 我全公司要私有化 我要下市 搞到股东们 我买他股票 直接告他 对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可以突袭我们 如果你经过董事会 完整的讨论 然后决定要下市的话 你就完整照不来 你自己在推特上写一下 大家吓死了 所以去年美国的政管会 就直接讲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变诈欺 对 你变成证券诈欺 因为只有你知道 只有你说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做空 所以Elon Musk被赔 要求赔偿2000万美金 然后政管会才说 好 那我跟你和解 你给我辞掉 Tesla的董事长职务 职尊你在当执行长 那结果 你想说Elon Musk 已经闲下来了 不讲话 对不对 没 今年2月25号 又再贴说 我预计今年 要生产多少辆的车 因为和解规定里面有说 你以后如果要发表 任何影响股价的发言之后 要经过公司内部审核 你要经过法务审核 结果他这次又不听 又自己推的一多手 就说我今年要生产几百万辆 每周要生产几千辆 结果又影响股票 所以政管会又再说 你违反和解 我要给你处理一下 没错 我要叫法官来起诉你 看看接下来你要赔多少 甚至连你执行长的位置 都不能做了 可是薛衡 我觉得如果他有这个记录 你说他下一款再推出来的时候 大家买家会不会缩手 会不会观望 会 因为你干过这种 这么瞎的事情 所以五折不能随便打 否则会被人家打到骨折 真的